海洋世界真是美麗,但越來越多垃圾 海灘隨處都會見到膠瓶、衣架、膠袋等垃圾 來到泰國羅勇,任務是參加Upcycling計劃 潛水撿垃圾為地球出一分力 每次潛水前都要聽簡報,了解附近水域的狀況 我們現在參加Upcycling計劃 現在會跳到海裡,看看有沒有東西要撿 每星期都有近20人參加撿垃圾行動 所以我們當日都不算有太多垃圾 同行的潛水教練又怎樣說呢? 其實看到的垃圾不多 當然,每一次有人來,或者有沒有人參加這個程式 每一次有人來,我覺得身為潛水員 我覺得都有職責將垃圾放在上面 但是,現在當然有這個程式更加好 可以鼓勵所有人都做了保育或清潔的運動 雖然我們當日只是撿到膠瓶 但其實整個海洋都還有很多垃圾 斜貸、漁網、膠袋等 機構還聯同西班牙服裝品牌合作 將撿到的垃圾變成海洋的新衣 同行還有教授跟隊 研究泰國的海洋生態 在海裡採集不同類型的珊瑚之後 以數字記低 放入使館加酒精保存好 再拿回實驗室進行DNA測試 做完義工吸好印仔 獎勵大家潛水 潛了兩天 與無數海狼、黃尾鯛魚擦身而過 當然不笑得遠珊瑚、獅子魚、玫瑰珊瑚等 還去漲島看泰國最大的沉船 沉船內交暗 最好拿電筒便最安全 如果還想見這麼漂亮的海洋 就要好好愛護大自然